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几句话是齐心论上的话 我们要牢牢地记住 为什么呢 我们把随胜这个意思也搞错了 我们这个随胜变成什么呢 随便 那个不行啊 那不是随胜啊 你看看人家说的这个随胜的标准 什么叫随胜 用这个标准来看 我们从来没有随胜过 虽说无有能说可说 心里头决定没有分别 有能说有所说 没有这个念头 虽念呢也没有分别有一个能念所念 没动这个念头 虽念呢 比如我们念阿弥陀佛 一天到晚 一天到晚阿弥陀佛确实没有停过啊 一句借着一句念呢 心里面呢 心里面呢 干干净净 一尘不染 从来没有一个念头 我能念啊 阿弥陀佛是我所念的 从来没有这个念头 这叫随胜哪 诸位要晓得 能够这样随胜呢 你一定念佛功夫 那叫理念 你念的一心不乱是理一心不乱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 十报断严土啊 这是了不起的功夫啊 这是讲的念佛上 如果用在乞讨的法门 八万四千法门 虽念呢 无有能力可念 这个可念就是所念 无有能力 无有所念 这个修行的功夫就得了 不贤菩萨所说的 恒顺众生随习功德 你在这个里面成就 这种成就比念佛难 为什么难呢 念佛呢 我们今天念阿弥陀佛 确实我是能念 阿弥陀佛是我所念 我一天念几千生佛号 一天念一万生佛号 确实又能有所 又能有所搞其他的法门 不行 你还是凡夫 你不能坚信 你不能超越三界 我们念佛这个 有能念 有所念呢 照样往生 叫待业往生 诸位要知道 这个能所不断 能成就 只有净土 这一门 除这一门之外 你找不到第二门 这一门呢 那真是把我们救了 我们离开这一门呢 说老实话 没救啊 离开这一门呢 你一定要做到 能所无双望 你才有希望 只要有能有所 你就没希望了 这一门呢 还得继续搞瘤到轮回 若利于念 名为德如 那么由此可止 随一顺 实在讲 就是利念 利念才随顺 有念随什么顺 这是马明菩萨 在大乘其心论里面 把随顺两个字的定义 给我们说出来 由此可止 他这个境界实在是高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欢迎订阅频道 开启小铃铛 也可以扫上方的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